字幕作為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隨著沒有錯 今天 聞到這個熟悉的背景 大家見不到我的背景 沒事沒事 今天又是來吃雞啊 金門阿亮相機牌 隨著沒有錯 阿亮呢 在金門真的是挺夯的 那在台灣好像也有吧 那我覺得他就是 便宜超值 然後品質不錯 像我今天點了160 沒這麼大袋 點了各式個養油 腿牌啊 等等等等 那我現在就直接來擺盤吧 首先來一點薯條 金黃酥脆 感覺不錯 再來是雞劍 三顆 再來是狸漆牌 20塊錢 再來是30塊的魷魚 最後不免熟的要來一塊巨大的腿牌 這個尺寸 60塊 超值 nice 好的 那一張就是我們的金門 阿亮相機牌 那我就開吃了 ok 那就要開吃了 阿亮真的是很猛 進來吃個魷魚 唉唷 一個酥脆的魷魚 香 有那個魷魚香 nice 再來是雞劍 再來是雞劍 雞劍 也就是雞針 滿少鹽酥雞但有雞針的耶 攪到後面其實那個還蠻香的 廚頭應該不兇勁勁吧 直接吃就好 是蠻普通的啦 是蠻普通的啦 來吃鯉雞排 鯉雞排20塊 跟我們學校的學餐長差不多 哇 這個跟我們學餐長多啊 我剛才還蠻軟的 肉質不錯我覺得 因為有時候這種比較便宜的鯉雞排 它的肉質都太絲了你知道嗎 一絲一絲的 這個口感還不錯 真的是輕鬆悠閒 做點內部真的是比較費時 字幕啊 連接啊 這些都還好 後製的工作覺得是熱在其中的啦 拍的時候也是熱在其中的 我覺得那就是很熱啊 你要真的喜歡才能夠堅持 堅持很重要的 挽住任何事 要可以堅持嘛 多多少我有點成就的 其實就是很基本的 胡椒粉味 但是我怎麼有意思是這樣的 聽起來就是舒服啊 很慘快 不過要吃魷魚 還是那種 在水裡就要不吃 很粗的那種 跟海味比較多 那個腿排 看起來是蠻軟的 怎麼看起來好像是一整根雞腿啊 超大的 我的雞嘛 雞腿很長耶 你看鮮味不錯 很鮮 有一個鮮味的 這樣一盆一百六 我覺得真的蠻划算的 OK 等一下我們的腿排 給大家看一下 筋筋 OMG 有點大K OK 好我們就來 把這個腿排乾掉 它看起來 不太像我們之前吃的那種 烏骨鐵排 看起來就是那種 便當店的一整根雞腿 然後去炸 不錯不錯 用手啦 第一口很酥 但是沒有吃到多少肉 它蠻硬的 裡面跟著那種炸雞 你知道嗎 白痰腿好像可以不是意思 怕老爹 那種雞腿肉 蠻香的 蠻香的 這上半部就是 大家吃那個炸雞 所謂的 肥塊 然後這裡就是 它的雞腿 在一份為二的話 其實就是兩塊炸雞 會 雞腿 先吃雞腿 然後 這個 這肉汁可以哦 這個肉汁 它那個香氣 搭配那個 脆粉皮 其實還不錯 真的不錯 還蠻精烈的 說實料 因為單純肉汁來講 它的這個 肉汁 用的 蔥雞好像比 胖老爹多一點 說實在的 可是我太久沒吃胖老爹 也有點忘了 它現在很腿白 有厲害到 肉汁 吃很爽的時候 就是懶得用小當家喝起來 哇真的是猛的這個 肉汁很多 然後口感也蠻Q的 不會說像一般肉雞那樣 它有口感 這個我可以 完事 阿亮的這個腿帶真的是有驚艷到我 不用懷疑我剛剛吃的全部就是 腿排最猛 60塊 CP值滿高的 至於像鯉雞排也是不錯 20塊而已 它的口感不會說 太柴 太一絲 還是有那種 有點Juicy的感覺 好了 帶著我們這次的金門 阿亮相機們 謝謝大家